今天的記者會是林富蘭 第一次坐在西位 麥克風放在他桌上 記者問的問題 通通是他回答 林富蘭是誰 林富蘭是柯文哲指定的中央委員 他都不用算 也不用去當立委 什麼身份都不用 他就是柯文哲指定的 好 柯文哲進去這幾個月 林富蘭沒有講過話 林富蘭只有開會 他沒有講 這一次通通他講 他在講的時候 這個宣讀完什麼柯文哲 讓他請假到二月二十八號以後 記者問然後林富蘭講 林富蘭講說我們全部人 都認為柯文哲被政治破壞 賴清德什麼時候要放人 阿伯無罪講完之後 他忽然間跟他右邊的黃國昌講說 黃國昌委員這樣對嗎 周宇宙這樣對嗎 這樣對嗎 都對嘛 都對 然後繼續講 他光他問這一句這樣對嗎 黃國昌會舉手說不對 沒有嗎 黃國昌就嘴巴這樣 就這裡敲了一下 就是苦笑 所以你可以想像今天 他們在開中央委會是什麼情形 我判斷今天中央委會 從頭到尾都是林富蘭的講話 而且林富蘭會講說 阿伯無罪 阿伯被政治破壞 所以我們應該讓他繼續請假 好我們讓他繼續請假 你們現場誰有意見嗎 黃國昌你有意見嗎 沒有 麥玉珍你有意見嗎 誰有意見嗎 誰有意見嗎 來 不敢 誰有意見嗎 誰誰誰誰 江河樹 report and tree 你有意見嗎 你有意見嗎 每個人都低頭玩手機 好那既然沒有意見就這樣 今天才會搞出這種場面 因為林富蘭沒有必要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還問了隔壁的黃國昌 代表說搞不好他們在裡面 這種用這種比較強壓式 讓林富蘭來定調以後 其實民眾黨裡面的人現在點點 那如果當時有人講話 我告訴你 當時有人講話 這個新聞就出來了 假設那個江河樹講話 江河樹是中央委 假設江河樹講話說不行 這不行 這個我們要預做準備 讓他三個月以後 三月一號還是有問題 我們要預做準備 十二月選中央委員的時候 我們要通過什麼主席的 什麼辦法 這個還是要討論 搞不好林富蘭就說 來江河樹 你可不可以再講一遍 那個錄音錄起來 來江河樹你再講一遍 沒有人敢講 因為他們這個政黨 是因為柯文哲而存在 柯文哲這個人倒了之後 民眾黨就倒了 所以現在沒有人敢出來 嗆柯文哲說 你現在的狀況 根本不適合當黨主席 所以他們就全部繞回去 政治破壞 司法破壞 壓人取公 賴清德放人 這樣的一個邏輯之下 去鞏固 而這個鞏固這件事情的人 就是林富蘭 那林富蘭呢 傳說中當然是民眾黨 在南部的什麼大金主 然後最能夠傳達柯文哲的意志 以前可以傳達柯文哲意志的 最早是蔡壁如 後來有可能是李文中 那現在變成這個林富蘭 來代替柯文哲講這個 可是林富蘭講一句 他說 他說我們不知道柯文哲在想什麼 不對喔 我們上禮拜在特倫的時候說什麼 柯文哲說什麼 這個黨沒有我也沒關係嘛 柯文哲是有表達了什麼 對不對 然後就說什麼柯文哲在裡面 怎樣怎樣嘛 然後我們就想說 奇怪你那個律師 可以問柯文哲啊 說那個黨主席 你要不要繼續延長 律師可以去跟檢察官說 我要問柯文哲這一題 我會拿一個文件給柯文哲簽 那檢察官你說好 你說好我就拿給他簽 如果不好我就不要嘛 可是這個事情林富蘭竟然出來定調說 我們不知道柯文哲在想什麼 我們不知道柯文哲沒有延長請假 可是因為要請假要怎樣 要一個一個 就是柯文哲不能夠處理黨務 但是這一個不符合規定 所以柯文哲現在狀況就是 繼續讓他延長請假 我們不用代理黨主席 我們也不用改選黨主席 林富蘭今天定調以後 就看接下來這些想要造反的人 會透過什麼方式揭竿起意 改變這個民眾黨接下來的命運 過去讓他過去 來不及從頭喜歡你 好 這個雖然是一首歌 但是也是李甄秀 今日的回應 我們都不敢打斷 你想說你要高要低都隨便 他的回應就是 就讓這個事情過去吧 雷一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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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重點就是川哥真的是我歌 哈哈 你們兩個是合音天使超棒 對對對 好 我要講啦 你看前陣子出來 就是蔡壁吳說了一句 叫做妖這個什麼 妙小妖風大 下一句是什麼 慈禮王八多 慈禪王八多 對對對 這個瑞德哥說的 影射民眾黨 好 認識葛瑞斯說的 館長罵他 好 總之 大家要知道 為什麼李甄秀 這個李甄秀 講出來 關於這個柯文哲的這樣的對話 引起這麼多人的反彈 為什麼 第一個 大家不太認識他 嗯 他是李甄秀還是李秀甄 我今天就算講相反 你民眾黨的也不會有人有感覺 因為大家真的不認識他 第二個 他是掛著什麼 他是掛著黃國昌的嫡系人馬 黃國昌從來沒有門馬 之前我只知道的可能是館長 但是館長說 我哪是黃國昌的人 我跟他平起平坐 我根本不是兄弟 結果 突然間多了一個 立院實習生 而且出現在黃國昌辦公室 而且最近話這麼多 哦 就是李甄秀還是李秀甄 所以民眾黨內部的人 就是很不高興 聽起來很韓劇的 對 韓劇 對 那民眾黨內部的人都不高興 你到底算是誰 你算是哪一根蟲 那一定會引起反彈 但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事實來講 今天民眾黨開記者會做做樣子而已 上個禮拜三 我告訴大家 這個民眾黨的中央委員會 什麼時候開會 每個禮拜三 11月的時候 其實關於柯文哲 要不要延長請假的問題 第一個應該是誰解決 11月7號的時候 民眾黨內部就開中評會了 故意把這個案子給pass掉 不敢討論 這個明明就是中評會 應該要來決議說 柯文哲繼續要不要延長 但是他們說 找一個理由 因為他們覺得柯文哲會持續的抗告 所以這件事情先不討論 柯文哲有可能會抗告 所以那時候內部是不是 所有民眾黨就開始講 我們希望柯文哲抗告 大家都在講 黃國昌講 Peggy Chen也講 都希望抗告 為什麼 大家希望柯文哲 你主動提出抗告的話 我們就可以趕快看到這個結果 來處理黨主席 要不要延價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你看告的話 法院可能會駁回 那我中評會就可以說 因為什麼關係 所以要把柯文哲給怎麼樣 但是柯文哲不抗告 接下來還有什麼 上個禮拜 民眾黨開視訊會議 中央委員會開視訊會議 就有中央委員提案 要延續柯文哲的假 那時候沒有中央委員有任何反對意見 但是也沒有喊 沒有人喊yes 也就是說大家心裡面已經有一個定案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應該就是張凱鈞 那張凱鈞提出來的時候 就要求說 因為這個事情比較嚴肅 所以我們中央委員會 平常禮拜三 我們下個禮拜 就是今天 禮拜一趕快開 而且要求所有中央委員到場 到場 投票 表達意見 那就會變成是誰說的 就剛王毅川演藝的那一段 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好沒有意見 對不對 好 中評會主委你也在現場 所以今天你們看到 那一位 李先生 也有練習 他就是中評會委員 他有練習 今天記者會 秘書長另外一個 也是一樣 李偉華 他有練習 他是中評會主委 也問他有沒有意見 對 所以他問了 黃國昌 你有沒有意見 你們黨團代表的 有沒有意見 沒有 你這個中評會有沒有意見 沒有 你們不要突然給我有意見 警告你 還順便警告一下 蔡壁如是可而止 我們已經開了這個記者會 所以你看 今天的場面大概是這樣 演給大家看的 早就希望柯文哲 你趕快自己請假 這本來就是黨內的評斷 就是這樣 為什麼 如果要選代理黨主席 我告訴你 台上那幾個人 都叫絞燒 台語怎麼唸 絞燒 絞燒是什麼 絞燒 絞燒 絞燒的台語是這樣 我現在不知道是什麼詞 絞的台語 卡 卡瀉 燒就是燒啦 卡瀉 就叫做卡小朋友啦 什麼意思 他們台上的那一些人啦 什麼狡猟 就是膽小鬼 沒有一個人敢 建代理黨主席啦 所以他們的意思不是說 什麼柯文哲押月球 我們樂團結 他的意思是說 你柯文哲一直在裡面 我們沒有人敢接 因為沒有人敢去處理 政治獻金案的事情啦 所以早在11月初的時候 裡面就沒有人敢裁決 裡面就沒有人喊說 我們要選派黨理 那個代理主席 裡面有一個我跟你講 那14張票裡面 地方組織 至少啦 這個8減14等於多少 副6 等於多少 副6 6 對 6 6張票 可能 就是今天開做中間的那一位先生的票 因為他代表的是地方組織 他可能會有拿6張票 可是他也不想當 因為你當代理黨主席 接下來要審那個 什麼那個政治獻金案 接的代理黨主席會衰 而且只能當6個月 當完6個月 全面改選給黃國昌接走了 因為代理黨主席勢必是不是 把他親的那個蝦草草的事情 要不要親 對 要親吧 就那6個月要幫 難道你6個月要幫忙 清理好 打掃好 當破滴者不容易 然後再幫黃國昌把蔥都種好 再給黃國昌 沒有人想做這個職務的啦 所以我告訴你 這就是單小鬼戰術啦